全球現場要來看到是大陸的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 他日前是因為精傳心臟病發過世 而他的遺體將在今天也就是11月2號的時候 將會火化 而這個火化的儀式他是依照大陸政國籍待遇 在北京這邊火化 好我們帶你來看到是多張先在社群媒體上曝光的這些照片 可以看到李克強他的靈堂的一些布置的細節 另外有許多的調業者慰問李克強他的遺孀 陳鴻的照片 好從這個照片的細節可以看到呢 陳鴻他是身穿著黑色衣服 胸前戴著白花 神情看起來是相當的憔悴哀妻 另外也有人曝光了是李克強他的靈堂的一些小細節 可以看到他的布置是蠻簡樸的 外界就推測這可能是李嘉仁自己設計的靈堂 另外有過去他的老朋友還有部署來悼念他 照片顯示說有一名身穿黑色衣服 然後同時他也戴著黑避章的男士就站在靈堂前拍照 可以看到這個靈堂的這邊的祭壇這邊呢 是擺放了一些白色或者是黃色的花束 那上面的黑布是寫著陳痛哀悼 克強同志旁邊也放著是陳鴻的名義 率全家製送的花圈寫著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好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呢 李克強他火化的地點是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這邊 好日前就已經開始加緊周遭的管制了 除了門口有公安站稿之外呢 也對路旁一些經過的民眾都是有進行身份上的查驗 那外圍還有一些便衣巡邏要求行人不可以在當地逗留拍照 好另外在火化的當天 包括了在北京的天安門新華門還有人民大會堂 還有大陸外交部跟港澳 各個口岸還有這個駐外使館的領館呢 都會降下辦期來致哀 好透過這一段是最新的畫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早上是北京天安門還有人民大會堂 都已經看到可以這個畫面是可以看到說 已經有降下了辦期來致哀了 天安門一帶已經實施了交通管制 那指示牌也標明了如果有大型活動需要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繞到原本早上是一個通勤的時刻 好過去都是車水馬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這畫面 人車明顯是少了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公安都站在路旁來指揮交通 各大重要的路口都是有管制的 民眾都必須要繞道而行 當然很多的民眾都覺得可能是有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發生了 好當然為了要悼念李克強在北京的各大政府部門 還有各個邊境還有這個空港 還有這個港口的部分呢 以及這個駐外使館都是有降下辦期來致哀的 好持續要來關注的是以巴戰士 這是哈馬斯旗下的軍事部隊卡桑旅 他們先前發布的這段影片 這過程當中清楚記錄了哈馬斯士兵 在地道當中對以色列的裝甲車發動攻擊的全部過程 好透過這段影片可以看到是哈馬斯士兵 他們的第一視角拍攝的 可以看到他們是從地道的洞口爬出來 而這個入口處呢甚至還架了梯子 士兵是一個接著一個 他們是運送炮彈 到了地面之後必須要匍匐前進 接著就鎖定乙軍的目標 然後發動攻擊 卡桑旅發布的這段影片呢 沒有說明拍攝的時間還有地點 但是他們特別強調的是 他們使用的是巴勒斯坦自主研發的 亞興105穿甲導彈哈馬斯的這些民兵們 他們也是使用這樣子的反坦克飛彈和機關槍 再跟以色列的軍隊用在雙方交火機戰當中 好持續要來關注到的這個是中國大陸 他們在11月份呢是擔任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主席 那現在大陸駐聯合國的代表張軍他就表示 其實在這個月他認為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應對巴以衝突 那他也說大陸將會不遺餘慮推動成員國的共識 在實現加薩停火部分 還有保護平民上做出努力發揮有意義的作用 中國是非常關心的情況 特別是在加州的崩潰和崩潰 特別是在巴西亞的反共產生 我們也有意義在保護平民上 我們也要看到尊重的角色 我們也要注意到尊重的影響 和尊重的地方 先在加萨執行的控制 所以我們有叫做立即施行 在我的證據 在保安局裡 我已經做了施行的最順利 我們所有的努力 好 其實要來看到 在加薩這邊平民的現況 很多的平民還有外國人 他們是受困在當地的 當然當地有非常多 持有外國護照的患者們 他們從1號開始獲准通過 跟埃及接壤的拉法關卡 這邊可以離開戰區 這也是自從以巴開戰 將近一個月以來 拉法關卡首度開放平民 可以離開首批撤離加薩的人 有將近600個人 詳細狀況交給國際中心記者 韓軍來告訴我們 是的 主播 許多人1號一早就在 關卡前方排隊 等著拉法關卡開放通行 民眾獲准進入過境區後 人潮湧入通關櫃台 等待接受護照和文件查驗 在關卡的埃及一側 則有救護車趕往待命 根據外媒報導 截至當天下午4點30分 救護車已經載走76名受傷的 巴勒斯坦人 還有6輛巴士載著335名 外國護照持有者入境 包括一名持有台灣護照的 非政府組織工作者 這是自從10月7號 以巴衝突爆發以來 拉法邊界關卡 首度開放平民離開 根據路透報導 是卡達政府出面與埃及 以色列 哈馬斯 和美國協調而達成協議 才使得外國護照持有者 和重傷民眾 得以通過拉法邊界關卡 離開加薩 在埃及政府的允許下 接下來每天有500人 可從拉法關口進入埃及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助益整理 助益維持方便 莫乎 煙 採寶 臥位 佩 便 乏